中国女子傅威威,自此英国丈夫迈克辛普森 Michael Simpson,留下一对儿女所业发的跨国辅养权争夺战。 终于有了结果。 迈克父亲伊恩辛普森 A.N. Simpson,和妻子琳达辛普森 Linda Simpson,赢得对六岁的孙女爱丽丝的监护权,并把她带回英国。 但暂时却没能把爱丽丝的哥哥捷克,一起接回英国。 辛普森夫妇对BBC表示,他们将会尽其所能,争取未来取得对孙子捷克的监护权。 不让这对兄妹分离。 目前,八岁的捷克不得不留在中国的外婆和外公家中。 2017年3月,34岁的英国男子迈克辛普森在上海被中国籍妻子傅威威杀害后,他们的一对子女触发了一场跨国抚养权争夺战。 傅威威被派处终身先进后,捷克和爱丽丝跟中国外公外婆住在湖北南商县家中。 但迈克的父亲伊恩希望能把这对兄妹接回英国,希望他们在英国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好的生活。 他们承诺将会与孩子的中国家人保持联络,让孩子学习普通话及每年探访。 但辛普森夫妇称富威威的兄弟,要求辛普森家支付超过6万英镑的费用,来换取一对孩子。 于是,两家就一对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展开争夺。 但富家方面则否认利用孩子,向辛普森家索要金钱的说法。 在经过这两年的法律纠参后,辛普森夫妇同意支付给富威威家人约1万英镑,把孙女爱丽丝带回英国。 据辛普森夫妇透露,爱丽丝临行玄每天都同在中国的哥哥和外婆外公通过及时通信软件微信通话。 他们还表示,对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包括中国当局、律师、朋友等要是感谢。 感谢他们能够使爱丽丝回到英国成为可能。 但他们也表示,将会继续努力。 希望未来能够把孙子协克接来英国,让兄妹俩能够团圆。 2017年3月,迈克在上海遇所中,被已分析的妻子傅威威,用刀杀死。 当时据中国媒体报道,傅威威发现丈夫出轨。 用刀刺向第三者时,迈克为其挡刀,导致其颈部,肺部被刺,导致其死亡。 迈克在英国时装品牌NEXT,中国分部工作时,与傅威威相识,结婚。 案发时,两人已经分居一年。 杰克和爱丽丝,两人都出生在中国。 杰克有英国籍,但爱丽丝没有。 原标题,特朗普突党伊拉克问问美军说美不会继续当世界检查。 美国总统陶纳德·特朗普,26日秘密费底伊拉克。 他是陆伊美军。 正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美军作战地区。 他说美国不会继续当世界检查,力挺从叙利亚撤军决定。 但不打算从伊拉克撤军,以便继续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两帝劳军,特朗普和妻子梅拉尼亚,当地时间25日午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美军安德·赌斯联合基地出发。 乘坐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飞往伊拉克。 26日,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除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伯尔顿外,没有高级官员或国会议员飞行。 特朗普在基地与美军士兵握手,合影,与美方文武官员会晤,他画上飞行加课。 向官兵讲话,特朗普夫妇在基地停留大约三个半小时,继而离开伊拉克。 回国途中,空军一号惊停德国拉姆斯泰英空军基地。 特朗普下飞机,为问驻扎这座基地的美军,多加媒体以特朗普就任后首次复战区探访美军为报道标题。 特朗普认定,美国海外作战行动稍嫌,方盟友占便宜,相比前任乔治·W·布什和贝拉克·奥巴马。 特朗普任期进办却没有访问战区,遭到一些军方人士批评。 特朗普10月告诉美人设计者,他将在某个时候去战区。 但我认为这并非极为必要,不顾美国军政界反对声音。 特朗普19日宣布将从叙利亚撤出美军,卸走军人出身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多将媒体先前报道,特朗普打算把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削减大约一半,按照特朗普对随行记者所作表述。 他人计划三周或四周前探访驻伊美军,但走了风声,因而推迟行程。 有彻有流,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探访驻伊阿克美军,只在当军方处于巨大震荡时,彰显他对军队的个人影响力。 同时进一步宣扬从海外战场收缩军力的主张,美国不能继续当世界警察。 他在阿富汗德基的说,我们的军事存在遍布世界各地,我们美军在那些多数人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国家。 老实说,这荒谬,如果他们要让我们打仗,就得付出代价,我们不再当傻的。 特朗普显现对从叙利亚撤军的坚持,从深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召击败的观点。 他说,我们不会在叙利亚无限期待下去,而且从来没有打算一直待下去,这一地区的国家必须站出来,为他们叙利亚的未来承担更多责任。 特朗普同时说,美军将继续驻留伊拉克,将把这个叙利亚邻国作为跳板,以便随时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如果我们想在叙利亚做什么事,可以把这里作为基地。 他说,如果伊斯兰国做出让我们看不顺眼的事,我们能非常迅速地与与众基。 大约5200名美军官兵线阶段驻扎在伊拉克,协助训练伊拉克军队和充当军事顾问。 同时打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残余武装。 白宫发言人萨拉克·卡比方德斯,告诉随行记者,特朗普在基地与美国高级集中官员会面,商讨一份强有力计划。 以便继续取得彻底胜利,这份计划将在短时间内公开。 没见主人,特朗普在这次快闪访问中,没有会晤伊拉克高级官员,包括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麦赫迪。 阿卜杜勒·麦赫迪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双方就安排有多种分歧,从而取消当面会晤。 特朗普,改为电话交谈,讨论安全事务和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按照方德斯的说法,取消会晤的原因,包括安全顾虑和一方短时间内,才收到访问通知。 他说,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邀请阿卜杜勒·麦赫迪访美,后者接受邀请。 一些伊拉克议会议员告诉路透社记者,特朗普要求在阿法德基地内会晤,遭到阿卜杜勒·麦赫迪拒绝。 伊拉克议会两大党团分别发表声明,一致反对特朗普到访,执任他的到来侵犯主权,违反外交若格,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过去将近16年。 美国总统依然不能光明正大,到访这个中东国家。 特朗普告诉随行记者,这是情所未有的出行经历,他顾虑安全,他说,所有闲窗关闭,到处都没有开灯,一片漆黑,我坐过很多次飞机,从来没有见到这种情况。 你在中东花了7万亿美元,却绕在这样的严密保护下进来,到处是飞机,全是世界上最好的装备,为了安全拼尽全力,这很悲哀。 会想说,新华社专特稿,美国发布LRASM导弹,攻击额需主舰的详象图,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19日宣布,已经提前向美国空军交付,首批全新一带的远程反舰导弹,LRASM,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直白地宣称,之所以五角大楼对该导弹的需求如此迫切,根本原因就是希望它能作为中俄舰艇杀手,遏止中俄海上力量的快速兴起。 美海空军联手研制,美国合众国际社19日称,根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声明,首批LRASM,已实现了早期作战能力,将率先装备美空军B-1B战略轰炸机,以满足美军进攻性反水面增强需求,此前数月,这种远程野型导弹,进行了多次密集试射。 例如去年12月,B-1B发射的两枚LRASM准确命重航行军兵海上目标,话道介绍说,该导弹在美军中的正式编号为ADM-158C,是罕见的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海军与美国空军共同推动的项目。 按照计划,美国海军F-A-18EF超级大黄封舰载机,将于2019年开始装备该导弹,随后美空军F-35战斗机,B-52战略轰炸机,和海军主力舰片,也将陆续装备它的不同版本。 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利斯的表态,足以说明美军对这种导弹的重视。 早在2016年,接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质询时,哈利斯就明确警告,中国和俄罗斯海上力量正在高速发展,我们急迫需要LRASM这样的远程反舰导弹。 今年以来,美军高层也多次催促LRASM导弹早日列装,以弥补当前美军在远程反舰能力上的致命短板,号称游戏规则载变者,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介绍。 当前美军主力反舰武器是上世纪70年代文制的鱼叉导弹,尽管几千改进,其射程仅130公里,且存在飞行速度慢,容易遭拦截等弱点,远远比不上中国与俄罗斯近年陆续装备的新一代反舰导弹。 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中俄新型反舰导弹,大豆采肉压音速与超音速结合的飞行模式,射程远达400公里,可在美海军舰艇作战范围外,从容发起进攻,而美军舰艇只能被动来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军2009年紧急启动了LRASM项目。 国家利益称,该导弹是在美空军甲斯姆封程型野行巡航导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后者的最大射程超过900公里,即便考虑到传感器和航路规划等限制,LRASM的有效攻击,距离,也超过无过60公里,射程并非LRASM导弹的唯一优势。 诺克希德马兵公司宣称,该导弹具备极强的隐形能力,既可以独立识别目标,又能通过数据链调整航线和攻击对象,是一种旨在攻击航母和大型水面舰艇的重型反舰导弹。 它的可靠性和优秀性能,将帮助我们在对抗性环境中夺取制海权。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武器,美军认为,大量配备LRASM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亚太地区面临的反介入区域地址导弹威胁。 按照美空军的演练规划,4架B-1B编队,以高压因素快速逼近敌方航母战斗群,并一次性投射96枚LRASM导弹。 如此规模的导弹突袭,足以推毁任何舰队,因此不但美军将LRASM导弹视为游戏规则改变者,日本也在新版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中提出引进该导弹的计划。 LRASM导弹威胁不小,有中国专家认为,从性能指标上看,LRASM导弹的确堪称新一代智能导弹, 让防御方的抗击难度大增,但专家同时提醒说,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极该导弹的这些悠然特性, 依须依赖于美军从太空到海内以下的全套作战体系的信息支持,未来作战是体系的对抗。 单独讨论海上舰艇能不能挡得住LRASM导弹,无异于直善弹兵,依须将它们纳入各自的作诈体系综合考栏,包括提前摧毁发射平台,都可以考虑在内。 此外,新一代反舰导弹的发展路径并非只限于旅行,中国发展的反舰弹道导弹,也被美军视为重大威胁之一。 环球网军是12月28日报道,12月27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达记者问,记者,台湾媒体报道,12月18日,解放军多型多架战机,从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 才没认为,这是解放军空军,时隔半年后再度绕台。 请问国防部对此有何评价? 另外,据美方报道,中国于11月底首次进行了G-Laf-3前射洲机弹道导弹的试射。 请问能否证实? 无间,关于第一个问题。 我想说三点,第一,人民解放军,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的学生职责。 第二,有关系列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安排。 第三,类似系列我们今后还要继续搞下去。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有需要发布的信息。 新华社柏林12月28日电,记者张仁任科比伟,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访德国多家档案馆,发现了一批金元舰等星末参与甲武海战的北洋兵舰档案。 这些档案展现了清政府在武器装备采购方面,以一致一的决策思路。